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北京对本次美日的这个谈话 这个会晤啊 为什么那么的暴怒啊 答案来了 刚刚这个透露出来的消息 这一次日本在美日的 这个安保的 这个防长和外长的会议上面 主动提出 如果中国大陆武统台湾 那么日本将要出兵 日本将要出兵 那么日本要出派出自卫队 协助美国在这个地区进行动作 所以说北京肯定是第一时间 知道这个消息 为什么赵立坚 在这一个 外交部的这个发布会上面 要对日本讲那些 急剧侮辱他们的这个话 我个人是高度支持这种言论的 所谓引狼入室 养人鼻息 狼狈为奸 确实没错 为什么叫他狼狈为奸 就是干这个事情 所以说 中国到了阿拉斯加去谈判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国直接把我们最先进的大区 1.25万吨的055南昌舰 以及052D 054A 开进日本近海 直接过去给他颜色看 给他示威 那么我们来看 台海落发冲突 美日 确认合作 本周日 日本共同色 援引多名该国政府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和日本在上周召开的会议上 已经达成一致 一旦中国和台湾发生军事冲突 日美方双方已经同意开展 紧密合作予以回应 奥斯顶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上周会见了日方同级领导人物 这也是拜登总统阻隔以来 美日双方高层领导人的首次会晤 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顶 周二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会面时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是双方没有讨论两国 应如何具体协调对应台海爆发战争的紧急情况 这个就跟我刚才前两集讲过的 美国对中国战略清晰 但是战术模糊 为什么战术模糊 要根据中国大陆的动作 它再来进一步的调整它的战术 在奥斯顶为期两日的对日访问期间 它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 并这个就不说了 此次会议目标是强调美日同盟 在面对中国的长期挑战时 捍卫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决心 共同社在报道中指出 日本历来不评论涉及中国以及台湾的紧急情况 在两岸关系紧张的问题上 日本的立场仍然是鼓励对话 以实现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发展 令人惊讶的强硬措辞 但这一次会晤的情况有所不同 双方之后发布的联合声明 谴责了中国在南中国海水域的 非法诉求和非法行动 还对北京最近修法允许 海舰船在东中国海 争议岛屿周边开火表示担忧 分析人士指出 该声明强硬措辞前所未有 这体现了东京与华盛顿 对于北京之律在军事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 占上风的担忧 那么说句实话 他们也是认可了中国现在目前 在这个本地区 印太地区是占风上风的 东京名字大学国际关系学的教授 以滕刚对德国之声表示 这一声明措辞的强硬令人惊讶 特别是从日本角度来看 因为东京普遍倾向于 采取更为微妙更为外交的手法 我不得不说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于日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奥斯顶和布林肯说 中国的行为凡是不符合所有国际秩序 都为联盟国家和国际社会 带来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上的挑战 对此 路透社尝试联系美国驻日本大使馆 后者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同时也无法联系到 日本的防卫省的代表发表评论 那么很明确了 北京是应该早就已经知道了 已经看出来了 所以说 我刚才讲 为什么这次派055过去 要给他颜色看 就这个原因 那么从这个思路上来看 美国强调 钓鱼岛 如果说中国跟日本发生冲突 肯定用核武器 那么我个人在想 这个美国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一是他自己当然在这个地区 他没有实力来干涉 这个 中国武统台湾 中国大陆武统台湾 那么我在想 从我刚才那一集跟大家讲的 日本搞了这个电子战的 这个新进的这个电子战部队 到了宇纳国岛这边来 那么我在想啊 如果一旦发生冲突的话 由日本先出面 跟中国大陆发生冲突 那么这个时候 美国以 中国攻击日本 触犯美日安保条约为由 再次介入 然后就是变成了 中国一边在这边武统台湾 一边这个日本跟美国 在攻击中国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不排除 我认为是有的 从他们这个声明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一次 我说过 我刚才那个视频当中 我讲过 日本藏不住他的野心了 他直接就暴露出来了 他就不想让你两岸统一 我们过去一直在分析 美国干涉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们很少分析 日本干涉怎么怎么样 因为我们的思维是认为 美国上 日本才会上 但这次有可能是反过来了 可能是日本先上 美国再上 美国在日韩 特别是在日本 共部署大概五万多名军人 主要是一些防卫性的武器 但是防卫性的武器 也同样是可以制作 进攻性的武器 那么日本自卫队 将会是武统台湾的 主力干涉力量 那么也就是说 没错 目前 北京习近平下达命令 全时备战 包括三大海域的 大规模军事演习 我个人已经在想 不是说针对台湾的演习 针对台湾的演习 当然也有一部分 更多的是演练 第三方介入干涉的演习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 那么也就是说 对北京来讲 可能72个小时 都有点太长了 打台湾 可能要在一天到两天之内 解决这个战斗 那么我之前分析的 有可能这一次 要动用小型战术核武器 非常有可能 因为这个武器一放 直接解决战斗 可以让 可以震慑台独 同时 可以速战速决 包括 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亮相 从现在礼拜天 得到的这个消息来看 北京为什么要让72军 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我个人认为 直接就是要 这个火炮洗地了 这个我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是有这样的一种态势 在这个里面了 那么台湾的所谓国防部 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也发表声明 中国正增强攻击和封锁能力 那么台湾国防部表示 中国大陆正在增加攻击和封锁 台湾的能力 部署远程导弹 以防止外国军队 在两岸发生战争时提供帮助 并使用心理战来破坏台湾人 对自身军事力量的信心 路透的记者 取得台湾国防部的 四年期国防总检讨中说 中国大陆正在部署 灰色地带战术来征服台湾 那跟我之前讲的没错吧 台湾的国防部 来证实中国大陆 在进行灰色地带战术 这就是格拉西莫夫 格拉西莫夫的 这个战争的这个纲领 这个我跟各位一直讲过 我说跟习近平 2016年3月访问国防大学 要求国防大学研究 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灰色地带战争有关 那么现在从目前的 这些国家和台湾地区 它的言辞当中可以得到消息 那么现在进入到 深灰地带了 马上现在就要由深灰 进入到黑色 直接要打了 也就是说 企图通过其领空和水域附近 反复演习和开展活动 来威压台湾 报告说 中国大陆不断进行军事现代化 提供针对台湾作战能力 国防 就是我们的国防部 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还有就是说 中国大陆正在建设 台湾重要设施的模型 以便用来进行攻击训练 同时中国大陆军队进行登陆演习 模拟入侵台湾 报告说 中国有能力部分关闭 台湾的重要港口和海上航线 且在通往台湾的海上运输 而其部署远程导弹的目的是 阻止外国军队援助台湾 报道称 中国正在台湾散播假新闻 试图破坏台湾人对国家的信心 那么这个显然 他认为是台海之声开启了 有影响 那么各位 从目前台所谓国防部 从美国日本这次会谈当中的 这个礼拜天 也就是今天我们得到的这个消息来看 那么他们现在 要围绕着 大陆武统台湾来进行这个部署 军事力量部署 那么我跟各位讲 北京 会洒到等到他部署完毕 我再去武统吗 肯定不会的 我个人感觉 也计我得到了一些情况 目前 在进行的这些训练 都是一个战场建设 战场建设 就是战争开始的前端 大家要知道 美军 对不对 只要 他的这个电子作战飞机 飞出来以后 就知道 他要对一个国家发动战争了 那么大家就知道 我们现在是什么 和美军一样的 我们也是电子作战飞机 在台海这边闹 那我们 这代表什么 我们也要发动战争 这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前缀 而且现在我看到了 非常多的这个军演 围绕着台海周边在进行 而且这两天 运巴特种作战飞机 大规模的 飞到台西南海域 去进行反潜 这种种的动作 证明了 日本 美国 要干涉武统 那么北京已经有这种 感觉了 所以说 现在 加大力度的在 模拟台湾的这些建筑物 这些主要的这些设施 进行模拟 在进行这个训练 怎么攻击 怎么进攻 同时登陆训练 也在跟上 那么我跟各位讲 非常非常的 局势 在走向我们想预见的 那个方向在发展 那么也就是说 武统舰将会 在不久的将来 将会按下 时间不会太长的 因为日本已经明确的 给美国讲了 他要 意思他要先跳出来 他要先上 而且他也讲了 大陆拿下台湾 对我日本 没有任何一个好处的 同时也让你中国 撑地决心起来 我日本就 彻底没有办法 再来跟你在这个地区斗了 他们都害怕 都害怕这一点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想充当中国武统时的 急先锋 我们已经看到了 他的这个狼子野心了 所以说他加大力度 现在在下水 宙斯顿的这些 海上反导的 这些导弹驱逐舰 他在进行 这个动作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 小日本是 大大地坏 而且前两天我们不说过吗 招日新闻的这个间谍 伟造成记者 跑到福建沿海一线去干嘛 这就是要给日本民众看 说你看到没有 我们到了这个一线了 他们也马上要打台湾了 还有可能打我们 钓鱼岛 那钓鱼岛是我们的 但他会就这样说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这一次目的很明确 北京大发雷霆 原因就是在于这里 日本向来都是装死 说 你们两岸要和平解决问题 我们不干涉 但是一旦他判断出来 或者他的情报 这个判断不是他 坐在办公室里面就判断了 而是他根据前线的情报 收集过来以后 判断出来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军已经集结好这个问题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态势 要进行进攻了 这个他是一个标准 判断的标准 那么可以看出来 武统台湾不久将来 马上要发生了 天津模式 马上要开启了 各位 也许 你睡觉的某天晚上 就已经开始空袭了 感谢各位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